我们刚才为大家报道 在拜登的战略幕僚的思考之下 援助台湾本身不如集中资源 援助乌克兰 但援助乌克兰在美国又受到了限制 现在拜登的做法是 要跟美国共和党所在乎的边境议题 就是从德州佛罗里达州进来的 他们所谓的非法移民非正移民 这个议题要如何防堵 要预算绑在一起 共和党反对 共和党的少数派的领导者麦康 说如果川普极力反对 这个事情就不可能绑在一起 所以边境议题 其实会导致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进入非常严寒的冬天 而且拿不到援助 似乎遥遥无奇的状况 说不定拖到后来 只好上谈判桌 等于是变相的半投降 谢谢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欧洲版感激 明天见